根据唐城警方报告 2013年该地主要犯罪的案件数量继续下降 持续保持在全美地区的最低犯罪率 报告称 唐城当地去年的伤害 汽车被盗 凶杀 汽车盗窃等案件共计是1710起 比往年相对有所下降 唐城警察局局长将目前良好的治安状况 归功于警方的严管 社区的配合 以及新技术的投入 但是警方同时也表示 今后警方的努力方向 是加大教育执法力度 避免更多物业财产受到损失 目前唐城的主要案件数量 低于全美以及德州平均数量的四成 同时 该地区暴力案件 更是低于全美和德州的205% 唐城去年的暴力案件下降9.4% 自2009年 整体下降已经超过16% 但是 其他案件 主要包括汽车盗窃和商店盗窃 去年却出现了4.7%的增长 但最近五年来的整体趋势 仍是大幅下降 特别是入车盗窃的数量增长显著 今年警方推出的教育项目 主要是面对商家和居民 如何避免入车盗窃等相关案件 绩車具增长出现了4.8%的相关